仙府新闻级行政处长林祈宇 三号前往南投高商 出席前南投高商校长 姓坛齐老白博文先生 生活美学新书发表会 林处长对于白前校长 凝聚数十年的教育和生活的历练 催练出这本书 希望让大家借由书中获得工作 生活以及教育等面向的注意 进而提升生活品质 这份用心令人感佩 杏坛齐老白博文先生 在南投高商发表生活美学新书 白前校长表示 有感于社会上 很多人觉得生活不快乐 所以从教育角度切入 写下这本书 透过文字 书画 使大家能在生活多一点快乐 心灵更加安定 让生活品质品位提高 希望以教育的功能 为社会尽一点心力 因为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生活美学 希望是用教育的功能 能够对社会尽一点力 无条件的 我自己因来以后 送给全校的每一个老师 我觉得他们能够很认真的看的话 对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的工作 对他们的教学 应该是有所帮助 像艺术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让它生活化 让它教育化 所以我的书里面 有文字 有书法 有画画 我们彼此大家都有认识 你如果画到我的画以后 我们可以跟着画来对话 思想可以交流 感情可以交流 又是不一样 所以我也觉得 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用画 希望能够交很多朋友 新闻及行政处长林庆宇 希望让大家从书中获得工作 生活及教育等面向 有所注意 进而提升生活品质 这份用心令人感佩 白校长 允文允武 在书法 绘画 还有在文学的造诣 甚至于是在运动 就是高尔夫球的高手 也是我们网球的高手 所以其实是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 也是值得尊敬的一个长者 透过白校长的一个 整个生活历练 那写出了这本 这个生活美学的新书 我相信是非常值得 我们所有的人 都不管是老朋友 还是新朋友 还是年轻的老的 都可以一起来读阅 这本生活美学的书 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多的收获 和许多的启发 安德高商校长何锦彪表示 白柏文先生是一位可亲可配的人 今天能够把他毕生精华传承下来 表现出教育界的迟道 我们白校长更难能可贵的 告诉我们一个 我们真正的独私人 跟独私的人不一样 真正的独私人 他要提到一个 他说再穷也要买书 再没时间也要看书 家里再小也要藏书 这些这非常难得 那我这看了之后 我会觉得说 在我们教育界前辈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可敬可配的人 他今天又能够把他的毕生的精华 能够传承下来 这就是我们教育界很注重的 就是私当 非常感谢 还感谢大家来关心 最后白前校长 亲自证书给头商 五余中学老师 由头商校长何锦彪代表接受 也赠送两幅梅花给南州家商 五余中学 由何校长和五余中学董事长 黄天荣代表接受 于是简单隆重 希望老师们在阅读之后 在工作生活及教学上 有所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准备 よ 真的 凡